近日,有5家美国服饰品牌企业联手投诉中国最大电商阿里巴巴,只因拒绝与阿里巴巴签订独家合作协议,而遭阿里旗下的天猫通过操作网站流量等不正当手段来损害其在中国的销售业绩。阿里巴巴否认了相关指控。 据美联社报道,有5家美国零售品牌近期先后对阿里巴巴提出投诉,声称因他们拒绝与阿里巴巴签订独家合作伙伴协议以及投入京东的促销活动,遭到阿里巴巴的惩罚,导致他们的流量及销售下滑。阿里巴巴要求在其网店平台上销售产品的品牌业者,不得在为今天猫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其他平台经营店面,也不准许各品牌商在未得到天猫手啃时,在其他平台促销产品。 而上述5家美国企业认为,阿里巴巴的这些做法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因此不愿签字,不料此后就遭到报复。 报复手法包括,把相关公司的广告位从显眼位置移除,禁止相关公司参与特别销售活动,甚至停止这些公司在最多搜寻结果中显示。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有美国品牌商家指称,由于拒签独家销售协议而受到阿里巴巴不正当手段的惩罚,他们今年在天猫的销售情况下跌了一至两成。 有商家表示,拒签独家销售协议之后,他们原本在天猫网页上醒目的品牌标志一息消失,搜寻商品时,也找不到自家产品。 还有商家抱怨说,依据销售成绩,该品牌应该在搜寻结果名列前茅,不料却被排到页面底端,明显被阿里巴巴惩罚。 该报道并透露,有两家国际厂商被迫低头让步,同意在阿里巴巴提供独卖商品,并提高京东商城的产品售价后,天猫旗舰店的客流量才再次反弹,甚至于商家被迫关闭京东商城的网络旗舰店来拯救天猫销售量。 而美国服装协类协会在投诉阿里巴巴时表示,许多会员抱怨阿里巴巴的不公平竞争手段,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介入调查,采取行动阻绝不当做法。 不过,阿里巴巴随后否认了上述指控,并对外声称,签署独家协议是行业常规,并说前述指控完全错误。 外界注意到,就在日前有美国媒体爆料称,美国贸易代表属USTR计划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禁止阿里巴巴在美国提供云端运算服务,作为对中国限制美国云端运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做法的报复措施。 事实上,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一贯要求在其平台进行销售活动的商家,不得参与竞争对手平台的促销活动,甚至要求商家关闭在竞争对手平台上的商铺,外界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为二选一模式。 这种模式早在去年就已引发过比较强烈的舆论争议。 据中国大陆媒体搜狐网2017年11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志,在11月4日上午举行的一个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的会议上发言称,有的电子商务平台为了争夺商家资源,采取各种办法,逼迫平台的商家只能是二选一。 这种做法损害了平台商家的利益,不利于电子商务健康,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要求。 这篇报道还引述反垄断法委员会咨询专家王小叶的观点称,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不参与竞争对手平台的促销活动,甚至要求商家关闭在竞争对手平台上的商铺,这种二选一政策,毫无疑问是在限制竞争,排除竞争对手。 此前,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和方圆杂志社等,于11月2日主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针对阿里田猫等电商平台奉行的二选一竞争模式引发的社会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法律研判,讨论其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权利等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关行政执法和立法建议。 继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因做虚假陈述,遭川普政府实施7年禁授令之后,美媒消息称,川普将再出重手,阻止华为与阿里巴巴这两家公司在美国扩张。 中国通讯企业中兴通讯因做虚假陈述,违反跟美国政府在2017年签署的和解协议,日前遭到川普政府实施7年禁授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商品,禁令到2025年3月13日为止。 此禁令涉及的销售金额高达200亿美元。 微信公众号大白新闻报道,除了中兴,华为也在劫南逃。 华为和中兴一直被指危害西方社会的国家安全。 美方认为,中国的企业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中国电信企业可能会给电信设备留后门,便与中共政府监控美国。 尤其是川普上台后,已对美国企业采购中国电信设备设置更多限制。 今年1月,美国电讯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切断了与华为的所有商业联系。 2月,美国共和党两名参议员提出议案,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和租用华为及中兴通讯生产的设备。 除了中兴和华为之外,知情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美国贸易代表属USTR正在研究如何救中共, 对美国云计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提供商的限制进行报复, 阿里巴巴可能首当其冲。 一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将限制阿里巴巴在美国提供云计算服务, 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进一步扩张。 目前,阿里巴巴等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无限制地开展云计算业务。 中共一直以来要求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云计算公司, 必须与中国企业合作并将技术授权给中国合作伙伴, 但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运作并未受到任何限制。 美国电信工业协会全球政策总监斯旺森对华尔街日报说, 很多非中国公司都不愿意进入中国的云市场, 因为限制太多。 与此同时,美国却对我们市场的外来参与者没有限制。 报道说,这一消息目前还只是可能, 是否最终发生,仍未可知。 如果川普政府对华为与阿里巴巴采取行动, 这将是美国近期对中共施压的又一新举动。 朝鲜4月21日周六宣布将停止核式和关闭核试验场。 外界在承散这一进展的同时也表示谨慎乐观。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发推文说,朝鲜核危机还远未结束。 朝鲜在周六宣布不再进行核试验以及中远程导弹发射, 并关闭核试验场后,川普说, 这对朝鲜和世界来说是个好消息,很大的进展。 期待我们的峰会。 川普周日在推特又发表了谨慎言论说, 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也许会奏效,也许不会。 只有时间能证明。 不过我现在做的工作其实早已经应该被做了。 金正恩周六的承诺并没有指明要放弃其核武库, 也没有提及无核化,因此引发外界质疑。 金正恩将会在周五4月27日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 这次会面将会受到国际社会严密的监察。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尔告诉CNN说, 美国政府对金正恩的承诺表示谨慎。 这是金正恩所做出的最大的公共关系努力。 我认为美国政府及国会都会带着怀疑和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七国集团聚七外长会, 议题的重点包括朝鲜核问题和俄罗斯问题。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和日本外务大臣和列太郎, 周六晚上签署了一份军事合作协议。 该协议将会允许彼此的军队在加拿大、 日本以及其他地方的联合演习中共享装备。 两位外长上个月在东京会面时, 承诺对朝鲜进行经济和外交压力, 结束其核武计划。 这次的G7部长级会议, 方慧兰把朝鲜问题和俄罗斯的破坏性影响作为首要议题。 方慧兰要求乌克兰外长参加了周日的会谈。 朝鲜当局宣布从4月21日起暂停一切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 并关闭位于朝鲜北部的核试验场, 转而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国际社会表示欢迎这样的决定, 但有专家对此质疑, 朝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核武进展, 现在声称要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 可能只是为换取解除制裁采取的权益之计。 朝鲜劳动党4月20日在平壤举行了七届三中全会, 会议通过了关于废除位于朝鲜衔境北道及周郡的 封锡里和试验场的决定书, 并宣布从4月21日起, 全面停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测试行为, 并关闭位于朝鲜北部的核试验场。 决定书宣称, 只要国际社会不对朝鲜发起核威胁, 朝方就不会利用核武器, 也不会转移核技术。 金正恩在会议上宣布上述决定时解释称, 朝鲜的核武器实战化已完全得以验证, 在此情况下, 朝鲜不必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及试射中远程, 洲际弹道导弹。 现阶段,朝鲜将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 这是朝鲜现阶段将要奉行的新的战略路线。 朝鲜官媒报道上述消息后, 美国总统川普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帖表示, 朝鲜当局同意终止核试验与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并废弃一个主要的核试验场, 对朝鲜和全世界都是一个好消息, 自己正等待着与金正恩举行会晤。 当天, 中共外交部也发表声明, 对朝鲜官方做出这个决议表示欢迎。 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党校任职的学者在社交媒体表示, 客观而言, 这是中美极限施压的结果, 我曾经说过, 只要国际社会合力, 是可以迫使朝鲜投降的, 当然停止不等于契合, 还得继续施压。 英国广播公司则在相关报道中引述专家观点指出, 朝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核武进展, 现在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目的, 可能只是策略性换取解除制裁。 该媒体刊发的时事杂志外交加资深编辑潘达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 朝鲜当局这次在会议上发出的声明讲得很清楚, 金正恩冻结核市, 关闭封锡里和市场, 是因为他觉得朝鲜已掌控了核武设计能力。 文章表示, 至于朝鲜当局承诺不再试射洲际弹的飞弹, 这一点比较出人意外。 因为朝鲜此前总共只进行过三次能将核弹头送到美国本土的试射, 而这些测试都还没能触及飞弹再进行类似核子攻击所需轨道的飞行。 不过, 朝鲜当局出于一种权益之际声明不再试射洲际弹道飞弹无需付出什么成本, 以朝鲜当局过往的做法来看, 他们随时可以轻易就反悔。 文章认为, 金正恩现在宣布今后要集中权力建设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经济, 接下来在与韩国、 美国举行元首峰会时, 他将会以发展经济为由要求解除国际制裁。 潘达还在文章中分析指出, 金正恩能与美国总统举行峰会, 是做到了其富足两倍都做不到的事, 他认为停掉核事与飞弹事舍的损失, 靠与川普并肩而做就能补回。 文章最后写道, 据此一关, 朝鲜的声明反倒像是一个核武国的激昂演说, 根本无意放弃能保国家命脉的王牌, 川普越早看清金正恩的最终目的越好。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统断吧, 因此不愿签字, 不料此后就遭到报复。 报复手法包括, 把相关公司的广告位从显眼位置移除, 禁止相关公司参与特别销售活动, 甚至停止这些公司在最多搜寻结果中显示。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有美国品牌商家指称, 由于拒签独家销售协议而受到阿里巴巴不正当手段的惩罚, 他们今年在天猫的销售情况下跌了一至两成。 有商家表示, 拒签独家销售协议之后, 他们原本在天猫网页上醒目的品牌标志一息消失, 搜寻商品时, 也找不到自家产品。 还有商家抱怨说, 依据销售成绩, 该品牌应该在搜寻结果名列前茅, 不料却被排到页面底端, 明显被阿里巴巴惩罚。 该报道并透露, 有两家国际厂商被迫低头让步, 同意在阿里巴巴提供独卖商品, 并提高京东商城的产品售价后, 天猫旗舰店的客流量才再次反弹, 甚至于商家被迫关闭京东商城的网络旗舰店 来拯救天猫销售量。 而美国服装协类协会在投资阿里巴巴时表示, 许多会员抱怨阿里巴巴的不公平竞争手段, 呼吁美国政府尽快介入调查, 采取行动组绝不当做法。 不过, 阿里巴巴随后否认了上述指控, 并对外声称, 签署独家协议是行业常规, 并说前述指控完全错误。 外界注意到, 就在日前有美国媒体爆料称, 美国贸易代表属USTR计划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 禁止阿里巴巴在美国提供云端运算服务, 作为对中国限制美国云端运算和其他高科技服务做法的报复措施。 事实上, 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 一贯要求在其平台进行销售活动的商家, 不得参与竞争对手平台的促销活动, 甚至要求商家关闭在竞争对手平台上的商铺, 外界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为二选一模式。 这种模式早在去年就已引发过比较强烈的舆论争议。 据中国大陆媒体搜狐网2017年11月7日的一篇报道, 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志, 在11月4日上午举行的一个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的会议上发言称, 有的电子商务平台为了争夺商家资源, 采取各种办法, 逼迫平台的商家只能是二选一。 这种做法损害了平台商家的利益, 不利于电子商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也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要求。 这篇报道还引述反垄断法委员会咨询专家王小叶的观点称, 电商平台要求商家不参与竞争对手平台的促销活动, 甚至要求商家关闭在竞争对手平台上的商铺, 这种二选一政策,毫无疑问是在限制竞争,排除竞争对手。 此前,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和方圆杂志社等, 于11月2日主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针对阿里田猫等电商平台奉行的 二选一竞争模式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各个角度进行法律研判,讨论其限制竞争, 损害消费者权利等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关行政执法和立法建议。 继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因做虚假陈述, 遭川普政府实施7年禁授令之后, 每媒消息称,川普将再出重手, 阻止华为与阿里巴巴这两家公司在美国扩张。 中国通讯企业中兴通讯因做虚假陈述, 违反跟美国政府在2017年签署的合计。 近日,有五家美国服饰品牌企业联手投诉中国最大电商阿里巴巴, 只因拒绝与阿里巴巴签订独家合作协议, 而遭阿里旗下的天猫通过操作网站流量等不正当手段来损害其在中国的销售业绩。 阿里巴巴否认了相关指控。 据美联社报道, 有五家美国零售品牌近期先后对阿里巴巴提出投诉, 声称因他们拒绝与阿里巴巴签订独家合作伙伴协议 以及投入京东的促销活动, 遭到阿里巴巴的惩罚, 导致他们的流量及销售下滑。 阿里巴巴要求在其网店平台上销售产品的品牌业者, 不得在为今天猫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其他平台经营店面, 也不准许各品牌商在未得到天猫手啃时, 在其他平台促销产品。 而上述五家美国企业认为, 阿里巴巴的这些做法违反了中国繁龙。